清明时节 雨纷纷 今天上午我国全岛多个地区迎来较长阵雨 一扫过去几天的暑气 根据民防部队提供给本台的数据 今年自扫墓活动开始 上个月短短十天内 便发生十起因祭拜活动引发的火患 而虽然火势不大 也没造成人命伤亡 但由于这个月的降雨量 预料将低于平均水平 下午气温也可能上升到34度 因此公众在祭拜时 防火意识不容松懈 还没有烧完以前 我们会确保说这些 都差不多化完了安全了 我们才走开离开 国家环境局表示 为预防干旱气候引发火患 他们已在菜梭港坟场 和属下四个骨灰旺安置所 增加铁桶数量 从原来的50个增加到1100个 不过据我们在现场观察 和向民众了解 可能因为菜梭港坟场面积大分布广 因此铁桶数量似乎供不应求 放眼望去 不少民众仍选择在水泥地上焚烧祭品 不够了 因为他们的桶也是蛮小的 很小的 有时候我们讲如果我们的金银子 名字太多了 我们倒下去下面根本就没有烧到 这般你看这样长的就有两个桶 假如人家烧了 烫一点点不中 我可以拿 它个中了又烧了 我都没办法拿那个桶 一些市政会也提高戒备 荷兰五级班让核弹激临受询时表示 除了张贴告示提醒居民注意防火 他们也会在每座组屋放置铁桶 或增加巡逻次数 新传媒新闻记者薛淑慧报道 新传媒新闻记者薛淑慧报道